李渊竟然要杀贤明的窦剑阁 却放了心胸狭窄的王世冲 这是为什么呢 王世冲毕竟是前朝贵女 变为平民就可以了 窦剑德 不可与王世冲同意而已 是逃马 当 李世冥却完全不同意他爹的观点 王世冲心胸狭窄 河南的将领都背叛他 杀了他也不会引起河南的动荡 而窦剑德深得河北援心 杀了他河北避乱 李渊还是坚持要杀 他遣散了大臣们 把李世冥和李建成调到了一起 告诉他们打天下的时候 为了稳住一方势力 可以考虑民心 当年晋阳起兵的时候 李渊就是利用了正统 不能让别人说是造反 他举的就是尊随的旗号 尊阳广为太上皇 拥护在长安的杨幼为皇帝 然后杨幼再善让给他 这样唐是继承随的 随幼是继承周的 他这一卖下来就是正统 这套理论忽悠的太子李建成平平 可李世冥可不吃他爹这一套 我还是觉得 杀窦剑德 不 你就不要再想了 窦剑德终于还是要被杀了 整个长安城的人都来观看 就在要行刑时 魏征来了 他要来送雇主一程 魏征无力想救 潜孤独 一路好家 我辜负了你们的一片忠心 在长安百姓的观望下 一代枭雄就此落寞 这是魏征送走的第二任主公 第一任里面也是他送走的 第三任主公李建成也快了 事情果然如李世民预料的那样 窦剑德意思 他手下的那些大将们顿势不干了 当年窦剑德俘虏了李渊的弟弟李神通 带若上兵 后来还放还给了他们 可他们这次却把夏王杀了 很不讲道义 夏王队咱们不毛 叫他们杀了 咱们应该是报仇的罪啊 于是他们拥护刘黑他为主帅 重新作乱 有窦剑德的明星在 再加上刘黑他的勇猛 没用多长时间 河北又重新被占领了 李世民只能主动请英 再次领兵停定河北 经过惨烈的战斗 牺牲了几人心腹大将之后 终于再次平定了河北 刘黑他带着一个随从逃亡的突厥 李世民凯旋而归 他按照大唐武德律 又交回了兵权 可依然受到太子和齐王的记恨 二哥 总有机会拿到同兵权 他一拿到同兵权 我们要是有什么动作 他一定用兵权压制我们 他们也要想办法弄到兵权 不久机会就来了 刘黑他借助突厥的力量 卷土重来 河北又被他收回去大阪 这回李世民还有机会平定河北 我们下集接着说